美国借俄乌冲突至极对俄罗斯施加全方位经济制裁 有分析指出 长期以来美国为维持霸权 频频打着民主、人权、国家安全等旗号 以单边制裁肆意打压其他国家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痛的人道主义悲剧 二战结束后 美国频频利用其全球霸权地位 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肆意对别国施加制裁 1962年以来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程度最严厉的系统性贸易禁运 经济封锁和金融制裁 时至今日仍未取消 使古巴人民持续承受伤害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美国对伊朗多领域实施单边制裁和封锁 2018年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制裁 给伊朗带来巨大损失 委内瑞拉和美国关系 自1999年以来持续紧张 近期年 美国不断扩大对委内瑞拉经济和金融制裁 2019年 美国还冻结了委内瑞拉政府 在美国全部资产 美对俄滥用制裁 恶化全球名声 这一次 美国拱火俄乌冲突 借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俄罗斯总理米苏斯金近日表示 今年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超过6000项 制裁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奥尔基耶娃近日警示 俄乌冲突和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制裁 将导致全球贸易萎缩 推动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从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到非洲中东等地区的发展中和低收入国家 普通民众都正在承受食品和油气价格上涨之苦 分析人士举出 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利益 美国一向会武制裁大棒 剥夺别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这次也不例外 美国挑起俄乌冲突 对俄罗斯滥用制裁 正在殃及诸多国家无辜民众 制造一场新的人道主义灾难